畫面中這一個位在東港路的公車站牌 因為配合輪椅以及高齡族群的視線 站牌高度不到170公分 身材比較高的縣民經過這裡 若是不小心就會撞到 相當困擾 紛紛向議員來陳情 並且要求改善 人行道的公車立牌 現在它很低 那身高在170公分以上就會碰到了 那一般都是弄到190公分 走不去撞到 但是弄太高有時候 身杖人士 他做倫理組的人會看不到 為此 縣議員黃定和2月29日就辦理會堪 並建議縣政府交通處進行通盤檢討 採取因地制宜的方式來進行改善 還給行人安全舒適的通行空間 所以說我們建議宜蘭縣政府公共運輸科 就是因地制宜 這個地方適合以調高 就把它調高 這個地方沒有辦法調高 就放在裡面 裏側的地方 用平行的方式 這樣子來做 我們大家對於能夠看到 站牌的一個公車地點很清楚 也不會去撞到 不然撞到的話會頭破血流 非常危險 那宜蘭縣政府看了以後 順利民情要一一的來加以檢視改善 公車站牌的位置如果設計太高的話呢 可能會導致一些長輩 或者一些行動不便的人士 在觀看我們的頒表的時候十分不便 但是如果太低的話 也容易造成我們新人在往來上面的一個受傷的風險 也因此呢今天和黃定和議員 我們共同來去進行會堪 那縣府方面呢也與諾書會將我們各地方的一個公車站牌 進行一個通盤性的檢討 並且透過因地制宜的方式來進行改善 另外泰山路上這一個公車站牌 因為太靠近交通耗製 影響行人通行的空間 交通柱也允諾會將站牌移到附近適當地點 以免影響通行 以免新聞記者賴福星採訪報導 致電視联會